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号的短视频 我是主持人秦伟平 这两天是有一个关于武汉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流传 这个消息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确实有点害人听闻 是有几十个大学生在武汉神秘的失踪 这其实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出来的消息 然后但是迅速的引起网络的轰动 大概有32个在武汉失踪的大学生 然后情况各有不同 但是都非常蹊跷 然后大多数绝大多数是男性 然后身高可能很多都在1米8左右 然后基本上在1米7到1米8之间 家庭情况也各异 来自世界各地 基本上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然后这样一个失踪事件 可能比较集中吧 然后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我们评论的也对这个事件 保持一个高度的关注 今天特别讲一下 武汉几十个大学生失踪之谜 这样子 然后待会儿在节目现场 我们也想拨通一下 其中一个叫林飞扬 这个学生的他父亲的一个电话 我们希望也做一个现场的采访 当然我不确定电话是不是能打通 最新的消息是这样 最新的消息 武汉市警方已经在辟谣 这种辟谣其实是在我们想象之中了 他的辟谣原文是怎么样的 说发公众号的消息的传出人 就是叫姓王 王先生 他们叫王某 他杜撰了很多信息 说经他们初步查证的是 所谓的32个失踪人口 只有6个人是在校大学生 然后6个人失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找到了 换句话说 只有5个大学生没有找到 其中有3个人是在那个长江边失踪的 另外是有2个人在今年春节后 没有到学校报到 应该显示是来到武汉 然后还是消失的 其实蛮有意思 这个其实警方看起来好像在灭火 然后其实是在向公众在证实 确实这个失踪事件并不是虚构的 在现在这个朗朗乾坤之下 确实还有大学生在失踪 然后另外还有几十个 32个人 除了这6个人说是在校大学生 其他的还是跟武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在武汉的学校的毕业之后 然后又回到武汉失踪这样子 都是非常非常之蹊跷 这个人口失踪问题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吧 我们知道在今年6月份是中国留学到美国的一个学生 叫张盈盈 他也是神秘的失踪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 美国其实我们讲美国他的一个司法系统运作还是比较高效的 但是确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张盈盈他这个人 不管他是是否健在人世 还是说已经可能不幸遇害了 但是都没有找到 非常非常之蹊跷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其实远没有我们看起来的这么完美了 就是世界有很多阴暗面 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有 甚至我们讲到说在中国比较严重的那些拐卖儿童的问题 其实美国也有一些小孩子经常会失踪 然后用各种原因就失踪了 然后美国后来采取一个叫安博警报 如果发现有异常了怎么样 就赶紧报警警察会全部的会在那个所在区的手机都会发警报 然后协助大家去找 比如说那个 嫌疑车辆是什么样的特征要大家去抓 确实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的一些改进方法的 确实是这个失踪人口大幅下降 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看到美国的报纸经常也会发现一些寻人启事 就是人就missing了就丢掉了这样子 就是很奇怪 从小孩子到大人都有 这个 但是像武汉这次有几十人这种神秘失踪的这种情况 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然后引起公众的猜想或者恐慌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因为因为怎么说呢都是基本上20岁左右的这种大学生比较集中的 不是说武汉失踪的就这些人 可能还有小孩子也有失踪 老人也有失踪 成年人也有失踪 但是呢 这个被曝光出来的这个有几十个青春年少的这种学生突然失踪的话 确实引起社会的一个大幅的猜想 我们知道武汉的是全国属于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 他可能是在校大学生都有一百多万 他可能仅次于他的规模 高等教育的规模是仅次于北京的 算是比较强的 另外武汉的那个医院呢 也是医疗系统也是比较发达 所以确实是引起很多很多猜想了 首先我们在评价这次话题之前 我想试一下打一下那个林飞扬先生父亲的电话 他父亲叫林绍青 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 我们试一下 你好 你好请问是林飞扬父亲电话吗 是的 你好 你好打扰了这么晚 然后我是我姓秦 我是从美国打过来的 我是美国一个自媒体的主持人 然后我们很关注这个事件 然后想给您电话聊一下情况方便吗 好的 不好意思 有点太晚的打扰了 是这样子我们这两天是在美国也可以通过那个网络媒体看到说 武汉有几十个大学生失踪的情况 其中就有您儿子林飞扬 然后是在这件事里面林飞扬先生是第一个可能是您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寻找的过程中发现有其他的学生失踪 你可以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您儿子林飞扬的情况吗 谢谢 那我儿子林飞扬嘛 就我们送他到莫斯科大学那边读书吧 平时呢我们也都保持联系啊 跟他差五跟他爸打电话 我都一直联系 但是有一天呢 就发现电话打不通了 打不通也不知道想回事 一直到第二天跟孩子打不通 打不通呢 我们家里着急 我就直接到莫斯科大学那边找他 等他到学校以后呢 他的同学 社友 也都在找他 说他已经有 在两个星期间没有到学校也没有回宿舍住 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那后面呢我们就在学校报警 通过莫斯科警方就找他的同学记录 然后他进过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校 从莫斯科大学到武汉 然后我就马上又到武汉 到武汉机场那边 找到他当时下飞机的监控录像 找到几个天端 那个当时失踪的时间是 2015年11月26号吗 我看到报道 是11月26号 11点40分 抵达武汉机场 天河机场 我到武汉前的机场 哦 然后 我们找到 找到一些监控视频 然后呢 又找不到线索了 哦 断掉了 哦 断掉了 断掉了 我们就 求助 武汉当地的 警方 广播 哦 广播 初天都次报 哦 媒体都在帮助 可能 哦 就是直播 上这个媒体 我们也发这个行人广告 就 爱着出租车 一个爱着一个发 嗯 哦 最后呢 我在发广播的过程中啊 刚好 我发到一个司机手里面 这个司机看到这个广告以后 嗯 我这个孩子 我带过了 哦 这么巧 刚好我发到这个司机手里面 哦 你就说 嗯 你查一下吧 看那一天 是不是星期四 如果是星期四 肯定就对上了 哦 查了那二十六号 这是 肯定无疑的 嗯 然后呢 嗯 这第一司机 嗯 告诉我们 他下车位置 嗯 是在 插公五路 在武汉 是江汉区 长江五路 嗯 嗯 我就 又到他下车的地方 找当地的监控路向 嗯 也看到他 他一个人在背着书包 然后在 在长江五路上走 走 走到最后 就是进了 进了 进了那个党校的大门 进了那个党校的大门吗 喂 哎 你爸爸你那个声音好像 现在可能好一点 你声音大一点好吗 谢谢 哦 可以 然后在长江五路 进了那个四围党校的大门吗 哦 是 是 真的党校的大门啊 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又接着看 发现他 换了一个黑色的衣服 换了黑色衣服以后 又出了党校 这个这段有点蹊跷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就是他进去那个社会党校里面 是有人接应他吗 还是他自己背个包就进去了 我们就看到他自己背个包 就直接就进去了 也没有看到有人接应 然后很快就出来了是吧 好像看媒体报道说 几分钟就出来了吗 就进去了很短时间 然后就换了一个衣服 又出了这个党校 然后那个患者说是黑色的衣服 你判断是他自己的衣服吗 还是说别人提供给他的衣服 这个距离 因为你对儿子比较了解 这个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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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失踪的时间是晚上 是吧 那个就是从社会党校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晚上吗 是19点 那就晚上7点钟 其实还不是很晚 等于是应该说街上人还是很多 对吗 街上人都很多 然后就从那之后视频消失之后 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消息了 是这样吗 嗯 说那个出来以后 又到了一个交通缩纽 哦 换成站吧 哦换成站 嗯 嗯 然后就最后有就还有下一步的记录吗 那就没有记录了 哦实在是非常离奇 那那您觉得说你小孩子的这个性格 他是比较外向一点呢 喜欢交朋友还是比较内向一点 就是说比较不太喜欢给人交往呢 就您理解 嗯 他性格是内向的 他内向性性格 哦 比较内向 然后他去莫斯科读书 也没有几个月是吧 好像 他去了三个月嘛 8月份去的 11月回的 哦 那您觉得他在莫斯科那边 莫斯科大学那边 他是不是不适应那边环境 然后 就想回来 或者说可能会认识 比如说武汉的某一个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突然就回来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他的行李都留在那宿舍 哦 他去的时候 带了两个非常大的箱子 我们用称的 一个箱子27公斤 哦 他等于是他回武汉 应该是一个很临时的行为 应该就你们判断的话 是一个很临时的行为 对吗 是不是啊 如果说他不打算再去了 那肯定就要把 那是那是 衣服啊 这些行李 都要随时就带不来 嗯 嗯 那我们推测 那我们推测 您说对不起啊 您说 哦 哦 那我们就考虑他 是不是要办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再回去 呃 就没有告诉家人 哦 哦 这样子 要回去的 嗯 然后我刚才听您的 哦 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啊 就是说您在找 您分享的过程中 武汉市的媒体 还有警方 啊 还是基本上给予的 比较好的配合和支持 是这样吗 嗯 那媒体都还可以的啊 但是警方这边 不是很好 还是怎么样 哦 警方 对这个 呃 成人这个 失踪的 负责处理的 哦 就是当失踪人口处理 他不是特别重视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哦 哦 其实非常蹊跷 在美国 在今年六月份呢 也发生一个留学生啊 是中国一个女留学生 然后失踪的消息 然后美国警方呢 倒是花了很大精力去找 很蹊跷的是 也几个月也没有找到任何消息 所以 所以这种事情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 这个 年轻人的这种 当然他有时候可能会 一些心理的情况啊 但是这种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看到啊 最新的一些啊 媒体的报道 好像您在寻找 林飞扬的过程中 也发现很多 有几十个啊 这种年轻人啊 有的也是在校大学生 是在那个失踪的情况 是这样吗 在武汉很离奇的失踪 是这样子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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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就一边找啊 一边问呢 就刚好问到 还有一个孩子丢的 我们就联系上了 联系上呢 他那一家 说他还知道另外一个孩子丢的 所以就这样 越来越多 然后 网上的那个报导 不知道 你没有看到 就说有几十个大学生的 失踪的报导 就这几天了 你有留意到这个信息吗 是基本的 你给你的情况 提供的情况 基本相符吗 谢谢 哦 我也收到很多 打过来的电话 嗯 都是问 这个事情啊 是真的 还是假的 嗯 骗子啊 嗯 还有一些 提供一些帮助啊 比如说 他家什么邻居啊 比如了十几年 最后又找到了 对对 有这种情况啊 嗯 有的还 还讲啊 你 做祷告吧 啊 这个 人间的任何事情 都有万能的神 在看着呢 就是社会各界 在这个消息知道之后 还是给您提供了很多 就是说信息 或者说安慰 这样子的 关心是这样吗 哦 是的 我接到很多电话啊 辛苦了辛苦 您真的是 因为我们也特别理解一个父亲的一个心情 真的是 啊 非常非常的 这个状况非常不好 然后 希望未来会有好的结果 然后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对这个事情保持一个关注 可能海内外都一起 因为 这个留学生的事情嘛 也算是 您小孩涉及到是在海外留学 然后突然回去 对不对 可能 海外也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希望呢 可以 我们保持联系 然后呢 尽可能能有个比较好的结果的出现 那另外 我再想多问一句啊 您自己作为父亲哈 你有没有就是各种设想 比如说外界在推测 觉得说 会不会是绑架勒索啊 或者说加入误入那种传销团伙 应该这两个是不是很容易就排除了 我想听你的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可以找这个线索啊 就是我们 他各种情况都可能有吧 因为我们也 假设什么传销啊 对 或者做 劳役啊 做奴役啊 嗯 或者说 他自己躲起来了 不愿意见人 见家人啊 或者说 被 其他非法组织 给 造卖器官了 把人给杀害了 就是各种情况你们都想过等于是 嗯 我们天天就在想这个问题 哎呀 就 就我们家长啊 在一起 就是天天在想问题啊 就是 从哪个地方入手啊 怎样来找 但是 都是没有任何进展 按照现在的 呃 这个 媒体的一个发展形式 网络媒体 如果说 呃 您儿子 林飞扬先生 他是一个自由的情况下 他你认为他会上网去搜索 呃 比如说相关的信息吗 比如说他自己的名字 或者说 父亲的信息 他如果你搜索 是不是很容易就知道说 家人在急切的找他 就你的理解 他因为年轻人都喜欢网络嘛 他有这种网络使用习惯吧 比较频繁的 哦 他一直都在网络上啊 也找到他自己在网络上搜索很多技术方面的帖子啊 或者发表一些间接和论台啊 哦 他喜欢是比较活跃的对吗 在网络上还是 哦 而且呢 他自己发的消息来讲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 就学习一些这个黑客技术 哦 学习这个 单天机的编程序啊 做什么 汇编语言啊 C语言啊 什么代码 他就搞这个东西 那您今天到提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外界 他等于是他是一个电脑技术高属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哦 哦 这倒是一个一个新的线索 哦 电脑技术非常好 嗯 那你觉得他的身体素质怎么样 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嘛 他也比较瘦呢 他很瘦 哎 我看的视频是 然后他就是健康情况怎么样呢 身体很瘦 平时呢 他消化又不好 很容易出现这个营养不良啊 哦 消化不好啊 消化不好啊 哦 这类情况会有 有时候呢 他很莫名其妙的会肚子疼 哦 莫名其妙肚子疼 哦 对 对 他会有这个情况 哦 这样子 那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他熟悉电脑技术这一块 在失踪的其他的小孩子 你不是跟那父母都有沟通吗 有没有其他的那种失踪的 年轻人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电脑技术很好的 有这种情况吗 还是说你 你那个林飞扬儿子是一个特例呢 这些孩子都非常厉害啊 都是非常厉害啊 你像那个 帅中斌嘛 武汉理工大帅中斌 他的成绩在学校里面非常好 都为学校保送研究生啊 哦 还有那个朝鑫 朝鑫呢 当时呢 可能是 就是哪个是 湖北省 哪个是第一名的啊 就是 就是这些小孩子 其实都还是很优秀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说在某方面或者有特长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你了解 非常优秀的 而且都是 国家的重点这个院校的 都是 武汉科技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 都是这个重点院校 一类院校的啊 如果是像您刚才提供这个情况 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猜测啊 外界当然有人想 他们会被 被某些组织啊 这种神秘组织 有可能是官方的 有可能是非官方的 认为他们可能具有 某项特别的才能 把他们招进去做一个特别培养 然后呢 因为他们那个保密性啊 然后就不给外界联系 有没有这样这种可能呢 因为听您讲到说 这些小孩子都很优秀 而且有看到很多身高 都很高的 你儿子身高也差不多 1米8左右对吗 1米8五 1米8五 所以觉得就非常气消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你们作为父母的 有猜测过吗 但是呢 如果是在10年以前 或20年以前 他没有电话呀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还可能 你找不到 他就走了 写信也没法写 他就找不到了 可是现在呢 你通信多发达呀 就是随便一个小小工作 就能够和外界联系得上 我听说 天天就是没有任何消息 这个林爸爸哈 是这个事情 确实是非常蹊跷 然后我们可能 海内外都会关注这个事情 另外呢 也希望你 就说也尽可能 能心态放平衡 有可能不一定是最坏的 情况 有可能是 有可能他们还是 生活在某一个地方 说不定是 过另外一种生活 我们可能不太了解 也希望未来 会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奇迹的出现好吗 目前我们只能是 是这样去想 尽量不要朝太坏的方面去想 因为确实 这个事情很奇迹 而且您提供的这些线索 你刚才特别提到的说 你儿子在是电脑 电脑的高手 然后其他的小孩子 也都很优秀 确实是可能会有 其他的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状况 希望未来 可以水落石出 然后你们可以 父子重逢啊 然后所有的那个 时钟的年轻人 都可以跟家人团聚 好吗 谢谢你 好的 好 请多保重身体 请多保重 非常感谢 好 请多保重 然后我们应该是很多 很多网友啊什么 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然后我相信 在互联网时代 然后大家齐心协力 去关注某些事情 可能会有些奇迹 然后我们也会 督促 当地的政府 武汉市政府 警方的也会 加大这个事情的一个 增破力度 然后希望 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出现 好吗 谢谢你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我们保持联系好了 好吧 好 谢谢你 林爸爸 谢谢 那你早点休息 好 好 好 再见 再见 嗯 谢谢 各位评论观众朋友 大家好 刚才第二次拨通 林爸爸的电话 是打通掉了 然后很幸运 然后我们刚才通了 大概二十几分钟电话 这个情况 我们从媒体的报导 还有因为湖北当地媒体 对林飞扬这个事情 也做了很多报导 除了有些事实还原之外呢 还有一些特别情况 媒体没有讲过 他父亲刚才讲过 林飞扬十几岁的时候呢 都都学会自己在学那个 单片机编程啊什么的 他那个黑客技术也比较好 我到时突然有一个 一个奇想 比如说抛开这些 比如说误入这种传销的团伙啊 抛开那些被 当然那种黑暗势力去绑架 然后他不一定是勒索 钱财的 那有可能是比如说 他父亲 也想到这种恶劣的情况 可能是被贩卖器官的 这样子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当然也有 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种黑暗势力 确实是非常残忍 也非常嚣张 是有这种状况出现 然后有这种理论上的基础 我们希望说警方的也会更加重视这个事情 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说某一个组织好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 假设说非官方的这种黑社会组织啊 甚至这些恐怖组织啊 他可能会要求 或者通过网络啊 吸引某些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啊 怎么样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在美国其实就发生过这些事情 他们有些 包括欧美都有这些发达国家 都有些年轻人通过那个网络 或者受到那种伊斯兰国ISIS那个蛊惑 然后去加入他们的所谓圣战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武汉这个 时钟的学生里面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另外还有 会不会说是有 中国的军方啊 或者什么国家安全部门啊 然后有计划的招募这些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这种非常有潜质的 他们认为 然后去为他们服务 或者叫为国家服务也好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种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们肯定是得不到任何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基本上是国家机密 另外也有一些网友反映说 这种神秘失踪 基本上这些年轻人士 如果说官方另外一种失踪的话 也可能比较少 都是一些比如说反政府人士啊 这种异议分子啊 异议人士啊 然后一些维权人士啊 他们可能会神秘的失踪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通知家人 但是一般来说 都比这半年一年后 都会 家属接到通知说 他犯了一个什么 什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啊 怎么样 他起码会有一个通知 不至于说 他们长长短短有了 最短半年长的可能是有几年这样子 然后都得不到通知 所以这件事情呢 各种猜测可能有 那我们作为公众来说 可以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那像林飞扬这些失踪的学生的那个体貌特征呢 也基本上在网络上公开了 我希望我们每个公民呢 无论是海内外都都保持一个密切的关注 如果有相关的线索呢 也可以跟警方啊 或者说跟他们的家属联系啊 这样子 或者也可以跟我们评论联系 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 也希望说武汉市政府啊 然后武汉的警方啊 也可以 最好是成立一个专案组吧 然后这些确实是有些共性的地方吧 是不是 彻底查出来背后的是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是有真的是 这种黑暗组织在操纵某些事情吗 还是说 有其他的一个状况呢 公众希望有知情权 需要有安全感 这种是最起码的一个大活人 20岁的 比如说他警方说 想西斯林人说 那个公众号造谣 好像只有六个在校大学生被失踪 那就他自己承认了 有三个是在长江边失踪 对不对 还有两个是到了武汉之后 没到学校报导 这其实可以并案侦查嘛 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嘛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强烈的要求他们 出出警力来专门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公众来说 其实是很容易形成一种恐慌的 你光说人家造谣 这样其实是 我觉得是 没办法去平息公众的这种疑惑 或者质疑的 我们刚才跟林爸爸通了电话 你可以听到 家长是非常非常担心 然后 几乎是想到各种可能的 就是 内心 可能内心脆弱 可能就是要崩溃的 这种状态 他非常痛苦 我希望呢 有关方面呢 都可以 以人为本 去去 去彻底的 一个传销组织 然后中国现在传销是 非常非常泛滥的 这样子 很多人想通过捷径 走捷径 一夜暴富 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呢 也公开呼吁一下 希望大家呢 特别是年轻人 应该是脚踏实地 好好去做 不管未来多困难 多艰苦 都应该 叫天道雏勤 才可以去 获得更好的一个发展 千万不要去 对那些传销动心 说的再好 大家都不要听 基本上是天上没有掉线饼的 这个事情 也希望大家在外面呢 不管是学习啊 工作啊 什么样 留学啊 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 评论HOT 视频节目 这期不是短视频的 可能偷偷超过三十分钟 非常特别 也很感谢说今天 能接通 林飞扬爸爸妈妈的电话 然后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信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整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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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组